李孝伯 赵俊仁也 高平公顺从副帝 副增 少至正式礼 左侍春秋 以教授为业 俊三辟公曹不就 门人劝之 增曰 公曹之直 虽曰相选高帝 由侍俊丽尔 北面世人 亦何容易 周辟主部 道观岳于 乃太曰 梁书竟有云 周骏之直 徒劳人耳 道之不行 身之幽也 遂还家蒋寿 太祖时 争败博士 初为赵骏太守 另行禁止 节道奔窜 太宗家之 并周丁陵 树为山东之害 知曾能得百姓死利 但不入境 贼于长山界的一死路 未 赵骏帝也 贼常则之 还令宋陆故处 林骏为知遥曰 诈作赵骏路 由盛长山宿 其见但如此 祖 祖 赠平南将军 荆州刺史 百仁子 誓曰亦 孝伯少传父业 伯宗群颜 美风仪 动有法度 从凶顺言之于世祖 争为中散 世祖见而亦之 未顺曰 真卿家千里居也 千秘书奏世中散 转侠郎 光露大夫 赐绝南昌子 家建威将军 唯以军国机密 甚见亲宠 谋谋切密 识人莫能知也 千笔不上书 以贫从征伐规略之功 禁绝寿光侯 家建议 将军 真军末 车架南伐 江出鹏城 刘亦龙子安北将军 徐州刺史 武林王郡 遣将马文公律不其万余至萧城 前军 前军击破之 文公走勉 执其对主凯英 翼龙文大驾南巡 又遣其帝太尉 江夏王义公率众赴鹏城 世祖至鹏城 登亚副总已望城内 遣送凯英至小侍门 宣世祖赵 劳问义公等 一 并遣 并遣自臣萧城之败 义公等问英 卫帝自来以不 应曰 自来 又问 今在何处 应曰 在城西南 又问 世马多少 应曰 中 君四十余万 郡遣遣遣人献九二戚 甘蔗白亭 并请骆驼 世祖名诞赴登亚副总 遣孝伯至小侍 郡遣遣其掌使张唱对孝伯 孝伯遣问唱姓 唱曰 姓张 孝伯曰 世张掌使也 唱曰 君和德剑使 孝伯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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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 复合姓 君和官也 孝伯曰 我荣行义夫 何族质问 燃族与君相敌 孝伯曰 主上有赵 太位 安北可赞出门 欲与相见 朕亦不恭彭承 何为劳苦将士 承上言辈 金浅赐 骆驼及雕囚杂物 畅曰 有赵之言 正可施于彼国 何得称之于此 孝伯曰 倾家太尉 班北 世人臣步 畅曰 世也 孝伯曰 我朝廷言有万国 率土之兵 莫敢不臣 纵为邻国之君 何为不称赵于邻国之臣 孝伯又问唱曰 何致呼惧渡门绝桥 唱曰 二王已为帝壁垒位立 将士疲劳 此经甲十万 仁思致命 恐倾香灵箭 故且避承耳 待休息驶马 然后供至战场 课日交戏 孝伯曰 另行禁止 主将尝试 宜当以法 财物 何用发桥渡门 穷城之中 负何以十万夸大 我亦有良马百万 负可以此相襟 唱曰 王侯涉险 何但法令而已也 我若夸君 当言百万 所以言十万者 正是二王左右肃所处阳者尔 此城内有数周事数 公图引武有所谓论 我本斗人 不斗马族 且祭之北土 马之所生 君赴何以一族见花也 孝伯曰 王侯涉险 成如来言 开必有长 何为杜塞 绝桥之意 亦在何也 此城守君之所席 也占我之所长 我之是马 犹如君之是城尔 双隐号 城内有被司者 二 常至经师 亦宫遣世之 司时是孝伯 司前问孝伯曰 李尚书行徒有劳 孝伯曰 此事应相与共之 司达曰 袁共之 所以养劳 孝伯曰 敢君致意 既开门 唱平仁确账 初受赐物 孝伯曰 照以雕求赐太尉 骆驼 罗 马赐安北 葡萄酒及诸十位当相与同敬 唱曰 唱曰 二王敬白卫帝 知欲垂见 长远念皆 但寿命本朝 舔居翻任 仁臣无境外之交 故无荣私敌 亦恭献皮库者一句 俊奉九二气 甘 这白挺 孝伯曰 又有赵 太尉 安北 酒绝难信 书当忧逸 若遇遣信者 当为护诵 脱须其者 亦当以马诵之 唱曰 此方间路甚多 使命日系往复 不复以此劳为帝也 孝伯曰 亦知有水路 似为白贼所断 唱曰 君助白衣 称白贼也 孝伯大孝曰 金之白贼 四亿黄金 赤眉 唱曰 黄金 赤眉 不在江南 孝伯曰 虽不在江南 亦不离徐芳也 孝伯曰 相宇安北相闻 何以久而不报 唱曰 二王贵 远 启文为难 孝伯曰 周公卧发土布 二王何独贵远 唱曰 卧发土参 不畏灵国之人也 孝伯曰 本邦尚尔 灵国民应进宫 且兵至有礼 主人宜以以礼皆 唱曰 拓见众兵至门 畏为有礼 孝伯曰 非是兵至无礼 直视主人匆匆 无带兵调度尔 孝伯语言 有诏 成天作一介常人 成之非江南之选 尽于汝阳 身背酒腔 落在阴水 我使谦而出之 凡人骨肉分张 并思极聚 闻其地在此 如何不遣赞出 寻自令返 其 父狗留一人 唱曰 知欲成天作兄弟集聚 以乐浅之 但其故辞不枉 孝伯曰 其有子弟闻其父兄而返不肯相见 此便禽兽之不弱 贵土风俗 何至如此 世祖又浅赐一宫 君等瞻各一领 言各九种 并胡齿 孝伯曰 有厚照 凡此诸言 各有所疑 白言十言 主上字识 黑言至腹障气满 莫知六珠 以酒而浮 胡言至木桶 容言至珠窗 赤言 博言 臭言 马齿言四种 并非食言 太位 班北和不遣人来至正间 彼此知情 虽不 可敬 要复见正小大 知正老少 观正为人 畅曰 为地久为往来所拒 李尚书亲自贤命 不患彼此不尽 故不负浅信 亦恭献蜡烛十挺 俊献锦一匹 孝伯曰 君难吐世人 何为助绝 君而助此 将士云和 畅曰 世人之言 成为多愧 但已不武 受命统君 容臣之间 不容缓服 孝伯曰 永昌王自请恒镇长安 经领经齐八万直造淮南 寿春意闭门自顾 不敢相遇 向宋刘康祖首 彼之所见 王玄魔甚世所惜 亦是长才儿 何 亦作如此认识 已至奔拜 自入境七百余礼 主人竟不能亦相聚抗 邹山之险 彼之所平 前锋使得接手 催邪历变尔入学 将士到夜出之 主上盖其生命 今从在此 复何以清托 前马文公至萧陷 使望风退脑也 彼之民人 甚向奋愿 言清平之时 付我租博 至有极难 不能相整 畅曰 至永昌已过淮南 康祖为其所破 彼有信使 无此消息 王玄魔难土偏将 不畏为财 但以其北人 故为前驱迎导尔 大军未至 而和兵相和 玄魔量已反配 畏为失算 但因夜回归 至戎马精乱尔 我家玄护小城 陈县小将 卫帝倾国恭维 累寻不克 胡胜之偏皮小帅 众无三缕 史记河水 三 为国君臣奔散 仅得免托 华台之师 无所多愧 邹山小树 虽有危险 河畔之民 多是心腹 使墓正化 奸道未息 是使催协力辅之而已 四 今虽现莫 何损于国 卫帝自以十万之师 而致意催协力 乃富足掩也 禁闻肖县百姓并依山险 辽前马文公以十对营至尔 文公前以三对出 还走彼大营 积玄境 以百葛至流程 为君奔拜 轻敌至此 亦非所续 王敬人民 列居河畔 二国骄兵 当户家抚养 而未师入境 世生意外 官不负民 民意何愿 知入境七百里 无相汉据 此字尚犹太尉神算 似在武陵胜略 君国之要 虽不欲闻 然用兵有鸡肩 亦不容相语 孝伯曰 君借此虚谈 知离相对 可谓顿此之其所穷 且主上荡不为此成 自率众君执造瓜布 难事若伴 成故不带恭为 难行不解 彭成亦非所欲也 彭成亦非所欲也 我今当难 欲引马江湖耳 唱曰 去留之事 自是彼怀 若未递碎的印马长江 便为无腹天道 孝伯曰 自北而南 实为人化 印马长江 启独天道 唱将还成 为孝伯曰 既荡定有期 相见无远 君若得还宋朝 今为相识之始 孝伯曰 今当先至建业以待君耳 孔耳日君与二王面赴请罪 布侠为荣 孝伯风荣贤雅 应答如流 唱及左右圣相接叹 世祖大喜 敬绝宣成功 兴安二年 初为史迟节 散其常侍 平息将军 秦州次始 秦州次始 五五 泰安五年族 高宗慎道西 之 赠阵南大将军 定州次始 誓曰文昭公 孝伯体度徽雅 宁达正式 朝野贵贱 贤推崇之 公宗曾起 世祖广征俊秀 世祖曰 正有一孝伯 足至天下 何用多为 贾富求仿 此人备义何可得 其剑赏如此 信方甚忠后 美朝廷大事有不足 避守自书表 切言臣见 或不从者 置于再三 削灭稿草 家人不见 宫廷议义 常隐纲纪 或有言侍者 孝伯自其所臣 假有是非 忠不义者 即见世祖 言其所长 初不引人性宁已为己善 故依官之事 福齐雅正 自催号诸后 君国之谋 贤出孝伯 世祖宠隽有亚于好 亦宜载抚育之 现替补缺 奇迹不见 时人莫得而知也 族之日 远近安商烟 孝伯美名 闻于侠尔 礼标始于江南 萧则未知曰 孝伯于清远近 其为远人所知若此 孝伯妻催则女 高明妇人 生义子远显 催氏足后 纳宅氏 不以为妻也 曾继远显 后遇杰 远显见害 世云宅氏所为也 远显志气甚高 为时人所伤兮 敌氏二子 安宁 安上 并有丰度 安宁 席绝寿光 侯 司徒司马 祖 赠颖周赐使 无子 绝除 安上 聚禄太守 一枣族 安宁帽子 正光三年上书曰 妾为雍勋赏劳 有国横点 心灭祭绝 折后所先 是已积得磊中 春秋许幼时事 逆宫祝节 河山是其永久 伏为氏祖太武皇帝 英锐自天 笼罩日玉 东清辽海 西定玉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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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 玉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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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借尾玉 乃至于此 适用崇以缘 楷 决以公侯 赵策曰 江阳之巡 其某履近 六师大劫 亦有熏焉 初内秦王 崇玉龙后 方开大赏 儿氏祖登霞 子宫使迁 外任明月 高宗充年转运 未及追续 陈行传百灵 仙臣气势 威继未真 承治长夺 尽身千商早逝 朝野贤哀不勇 陈王兄习 五子封除 永为宗够 武情崩匹 仙臣戎宠前朝 熏书王府 同之长伦 绝封英坠 准古亮金 时身土苦 窃为朝 历 广川王尊 太原公园大草等 并以熏众仙朝 誓绝祭祀 或以傍亲 或听地习 皆传河山之功 垂不适之赏 旷仙臣再蒙委任 六 运仇为义 熏柱于忠 生传于外 适等功军 金谷无义 适以憾赏信部 财重良平 为仇张徐 不弃寻锅 金树族追赏于仙朝之事 仙臣觉风于圣明之时 瞻留故屡 存云 存云恨 怯见正始终 原发存云之赵 包贤报公之旨 西平元年 故任成云成所寝时事 负心谴责 存亦时之盛事 垂矿代之茂典 凡在英福 谁不 敢庆 盖以奖劝来今 垂犯万古 且流氏尾书 翻流上国 寻其善报 百无一时 前后始人 不输信字 亦无明觉 置于张畅传中 略续仙臣对问 虽改脱略尽 字欲经高 然亦运难窥 尤见称在 非直存亦于识 美亦有张国美 其栏此书 昭然可见 则微微衰购 重启一昭 仙臣前魂 结草于千载矣 足不得习 孝伯凶祥 自圆善 学传家业 相党宗之 世祖赵周俊举贤良 祥应供 对策何止 除中书博士 十南土卫兵 世祖亲驾 遣尚书韩元 兴率众出青州 以祥为君司 略帝至于陈辱 淮北之民义君将者七千余户 千之于掩狱之南 至淮阳郡以辅之 拜祥为太守 家隋远将军 刘明归之者万余家 劝克农丧 百姓安业 世祖家之 赐以依马 千和奸太守 有威恩之称 太安中 争败中书侍郎 宁有千余 上书启留数年 高宗不许 足官 追赠定周刺史 平吉字 世约宪 子安世 七 幼儿聪悟 新安二年 高宗引荐侍郎 博士之子 简祖秀秀俊俊俊者 欲为中书学生 安世年十一 高宗建齐 上小 尹问之 安世陈说父祖 甚有次帝 即以为学生 高宗美信国学 横读背影问 赵曰 辱但守此至大 不律不富贵 居富优以孝文 天安出 拜中散 以温敏敬慎 贤祖亲爱之 累迁主克令 萧泽使流转朝贡 安世美容貌 善举止 转等自相未曰 不有君子 其能国乎 转等乎 安世未典克 班氏曰 三代不共礼 五帝各义乐 班族以王秦之官 称于上国 转曰 世义之号 凡有己也 班氏曰 周魏长克 秦改典克 汉明洪 如 金曰主克 君等不欲影响文武 而殷勤王秦 转右指方山曰 此山去艳然远近 班氏曰 亦由石头之于攀于尔 国家有江南史志 多出藏内真物 令都下富士好荣福者获之 令史任情交易 史志金玉四问家 转曰 北方金玉大剑 荡是山川所出 安氏曰 圣昭不贵金玉 所以剑同瓦利 又皇上得通神明 山不爱宝 故无川无金 无山无玉 转出江大士 得安氏言 残而罢 千主克己事中 时宁困积流散 好又多有瞻夺 班氏 乃上书曰 陈文亮帝化也 经国大士 异地相参 智智之本 锦税之心 其来日久 填来之树 智之已现 盖玉石土不矿工 宁罔游历 雄善之家 不独高于之美 丹露之夫 亦有情母之分 所以续彼平微 亦资贪欲 同赴约之不君 亦其名于边户 怯见周郡之民 获应年简留宜 亲爱田宅 飘居一乡 誓涉树事 三长计立 八 时返就须 如景荒悔 桑于改直 事已历远 一生假冒 强宗豪足 似其亲临 远任魏晋之家 敬饮清旧之宴 幼年载 烧酒 香劳所获 群政虽多 莫可取句 各父亲之 互有长短 两政图句 听者游宜 征颂千言 年纪不叛 良愁伟而不开 柔桑枯而不采 侥幸之徒兴 凡多知欲作 欲令家封遂处 人给滋用 岂可得乎 与魏今虽桑井难赴 宜耕君亮 审其敬数 令分亦有准 利业相衬 细名或滋生之利 好又拟于地之盈 则无私之责 乃波君于赵树 如赴如山 可有鸡于彼户以 又所征之田 一现年段 誓久难明 西蜀金主 然后虚妄之民 绝妄于寄于 首分之 是 永免于灵夺以 高祖身那之 后军田之至起于此矣 初为安平将军 湘州赐使 贾捷 赵俊公 敦劝农丧 禁断银寺 西门报 时起 有功于民者 为之修士庙堂 表见广平送番 杨平录士庆 皆为朝廷善事 初 广平人李波 宗族强盛 残掠生民 前刺史薛道 亲王讨之 波律其宗族巨战 大破 君 遂为不逃之首 公司成患 百姓为之与约 李波小妹自雍容 千群竹马如卷棚 左舍右舍必叠霜 妇女尚如此 男子那可逢 班氏设方略 幼波及诸子 执三十余人 斩于夜市 境内肃然 以并免 太和十七年足于家 班氏七伯林崔氏 生一子杨 崔氏已渡汉渐出 右上沧水公主 生二子 逆 御 阳 自居罗 设历史传 颇有文才 气上豪爽 功强当事 阎昌默 司徒行参军 千司徒长兼主部 太师 高阳王雍表见阳为其有 正主部 于时民多绝户而未杀门 阳尚言 离以教士法导将来 既用既书 屈留一别 故三千之罪 莫大不孝 不孝之大 无过于绝似 然则绝似之罪 众 莫甚焉 安得轻纵背离之情 而似其向法之意也 正使佛道 亦不应然 假令听然 由虚才之以理 亦身侵老 弃家绝养 既非人理 由乖礼情 阴灭大伦 且却王冠 娇缺当事之理 而求将来之意 孔子云未知生 焉知死 思言知智 亦为辈矣 安有气堂堂之正 而从鬼叫乎 又今难浮未尽 众义仍烦 百姓之情 方多必义 若父听之 孔娟气孝辞 彼乌尔氏 沙门都统僧先等 奋阳鬼教之言 以阳为报悔佛法 气宿灵太后 太后则之 阳自理 曰 妾欲清明佛法 使道俗兼通 非敢排气真学 妄为子悔 且鬼神之名 皆通灵达称 自百代正典 续三皇五帝 皆昊为鬼 天地曰神奇 人死曰鬼 亦曰知鬼神之情状 周公自美 亦云能是鬼神 礼曰明则有礼曰 幽则有鬼神 是以明者为堂堂 幽者为鬼教 佛非天非地 本出于人 应是道俗 其道幽隐 明知为鬼 与谓非谤 且心无不善 以佛道为教者 正可谓达众妙之门尔 明太后虽知扬言为允 然不免先等之意 由法阳金 一两 九 转上书郎 加福波将军 随消宝银西征 以阳为统军 甲宁远将军 阳德恰相驴 昭目雄勇 其乐从者数百骑 阳清家振续 率之西讨 宝银见阳志 乃府阳坚约 子远来 无事半矣 顾其下没有战功 君忠号约李公旗 宝银又起扬为左城 仍为别将 君姬荣正 皆与参绝 宝银又起为中书侍郎 环朝 除镇远将军 其周次使 作辞不复任免官 建议出 与何阴遇害 十年四十五 出赠镇东将军 上书又蒲舍 因周次使 太昌 忠重赠散其常事 票其大将军 宝银同三思 继周次使 阳处堂有大志 豪饮酒 赌于清之 每位帝欲约 世大夫学问 积博古今儿霸 何用专精为老博士也 与帝密特相有爱 密在乡悟故 阳碰枯绝气 久而方苏 不时数日 七年之中 十 行海悔翠 人伦哀叹之 阳三子 长子一圣 五定中 司徒苍曹参军 阳帝密 自永和 在义士传 密地域 自永墓 好学沉静 博通经史 自著作左廊为广平王怀友 怀身相礼遇 时学士徐尊宁 教授山东 生徒甚盛 怀征尊宁在管 令遇问其五经一例十余条 尊宁所答数条而已 烧千国子博士 自国学之见 朱博士律部讲说 昭熙教授 唯狱而已 谦虚雅宽 甚有儒者之风 谦庭卫少卿 家贯君将军 转通执散其常事 建议中 以凶阳族 遂抚欲孤直 归于乡里 永熙出 除散其常事 大将军 十一 左光路大夫 监督官尚书 寻领己事 黄文侍郎 三年春 于显阳殿讲礼 赵玉执经 解说不穷 群南风起 无费谈笑 出帝及诸王公 樊玉听 者 莫不皆善 寻并族 赠散其常事 都督定计相苍 因五周军事 票其大将军 尚书左仆社 一同三思 定周刺史 子世谦 一同开府参军事 李冲边际李冲 自私顺 隆西人 敦皇公保少子也 少姑 为长兄行阳太守 诚所邪训 诚常言 此而气量非横 方为门户所计 冲神雅有大量 随兄至官 适时目守子弟多 亲乱民数 轻有启夺 冲与成长子 少读轻简较然 无所求取 识人美焉 显祖墨 为中书学生 充善交友 不忘戏杂 刘备仲 知 高祖初 以立签密书中散 点进中文事 以修整敏会 渐渐宠带 签内密书令 难不给事中 就无三常 为立宗主都护 所以名多隐茂 五十三十家方 为一户 充以三正志民 所由来远 于是创三常之志而上之 文明太后 懒而称善 引荐公卿一之 中书令正熙 密书令高佑等约 充求立三长者 乃欲混天下一法 言四可用 事实难行 西幼曰 不信陈言 但事行之 事败之后 当之于言之不谬 太魏元批曰 臣为此法若行 于公司 有义 贤称方今有事之悦 孝彼您户 心就未分 您必劳愿 请过今秋 至东贤悦 徐乃前史 于是为宜 冲曰 明者 明也 可使由之 不可使之之 若不应调时 百姓图之力 长孝护之勤 未见君瑶省父之义 心必生愿 以吉克调之月 令之赴税之君 既时其事 又得其力 因您之欲 为之一行 著作狼父思义禁约 民俗记忆 显义不同 酒品差调 为日已久 一旦改法 孔城扰乱 太后约 逆三长 则刻有常准 父有横分 包音之户 可出 侥幸之人可指 何为而不可 群义虽有乖义 然为以变法为难 更无意义 岁历三长 公司便知 千中书令 加散其长事 己事中如故 寻转南部尚书 赐绝顺阳侯 冲为文明太后所幸 恩宠日盛 赏赐月至数千万 静觉拢西宫 逆至珍宝玉物以冲其地 外人莫得而知焉 冲加速清贫 于是使为富士 而千以字目 继而能散 尽字阴足 待于相依 莫不分及 虚己皆物 垂念饥寒 衰旧轮区由之积蓄者 亦以多矣 时以此称之 出 冲凶 左与河南太守来重同自梁州入国 素有威贤 左因缘成重罪 饿死欲中 后重子护幼揪左脏罪 左急冲等息作幽戏 慧舍乃免 左慎贤之 智冲宠贵 宗舍内外 护为南部狼 身律为冲所限 长求退避 而冲每未辅之 护后作脏罪 聚避不济 冲乃聚奏与护本末嫌隙 启元树之 碎得不作 冲从生因始孙孤贫 往来冲家 智如子职 有人求官 应其纳马于冲 使孙受折而不为言 后甲方便 借冲此马 马主见冲成马而不得官 后乃自臣始末 冲闻之 大经 指使孙以状款奏 使孙作死 其处要自立 不念爱恶 皆此类也 适时寻旧 王公众臣皆呼其名 高祖常为冲未忠书而不明之 闻名太后崩后 高祖居丧 引荐待皆有佳 及亦里一律令 润是辞职 勘定轻重 高祖虽自下笔 无不仿绝焉 冲结中奉上 知无不尽 出入幽勤 行于颜色 虽旧臣欺负 莫能歹之 无不服其名段甚密而归心焉 于是天下昔然 及书方听望 贤宗其知 高祖一身相障信 清静泥慎 君臣之间 秦亦莫二 及改至百思 开见五等 已冲参定典式 封行阳郡开国侯 十亿八百户 拜庭魏清 寻千世忠 吏部尚书 咸阳王师 东宫寄贱 拜太子少妇 高祖初一周礼 智夫 庭之列 以冲女为夫人 赵曰 西宣黄黛玉 垂冻雨之构 元历三代 新宫贯之士 燃茅此土皆 昭德于上代 曾台广煞 崇威于中叶 梁游文志亦夷 华浦书李故也 誓以周成继夜 迎明堂于东都 汉祖御兴 见魏央于贤岗 盖所以尊严皇威 崇仲帝德 其好奢恶俭 苟必名利者哉 我黄韵统 天 邪转甘利 瑞翼四方 魏皇建制 宫氏之度 颇为魏陨 太祖初击 虽粗有惊事 自资绝后 富多隐改 至于三元庆祥 万国冲庭 观光之始 巨瞻有雀 真以寡德 伟成红旭 运属修期 誓中昌运 宜尊远度 誓资公语 止训规模 誓朝于平日 明堂 太庙 已成于西年 又因网岁之风姿 借明秦之安逸 将以今春引改正殿 违犯实令 行之替然 但说土多寒 誓书南下 自非才度当春 心意粗鼠 则广至重积 莫游克旧 成功立誓 非为贤莫 可 改至规模 非任能莫记 上书冲气怀渊博 京度明远 可领江做大将 司空 常乐公亮 可与大将共奸兴善 齐去故崇兴之夷 修复太极之志 朕当别家止寿 车架难乏 加冲辅国大将军 统众一从 自发兜至于洛阳 林宇不济 仍照六军发枕 高祖荣扶植边 御马而出 群臣起嗓于马首之前 高祖曰 长驱之谋 妙算已定 今大军将近 功等更欲和云 冲敬曰 臣等不能折冲帷 坐至四海 而令难有怯号之渠 时臣等之救 陛下已 闻鬼未依 亲劳圣驾 臣等城司王屈敬命 孝死荣行 然字离都隐语 驶马困避 前路上摇 水老方甚 且依落境内 小水游上至南 旷长江浩瀚 越在南境 若迎周急 必须停滞 施老良法 进退为难 金桑返佩 予亦为允 高祖曰 亦同之亦 前已句论 清等正宜水雨为难 燃天时颇亦可知 何者 夏季炎瀚 秋故雨多 玄冬之初 必当开爽 彼后月时间 十二 若雨犹不已 此乃天也 托于此而情 行则无害 古不乏丧 为诸侯捅鬼之国 非王者统一之文 已至于此 何荣亭驾 冲又靖曰 今者之举 天下所不愿 为陛下欲知 汉文言 吾独成千里马 竟何至也 臣有亦而无其词 敢宜死寝 高祖大怒曰 方欲晶莹宇宙 亦同区域 而清等如生 屡一大忌 辅悦有长 清悟赋言 策马将出 于是大司马 安定王修 兼左仆舍 任臣王成等 兵并殷勤契 高祖乃欲群臣曰 今者心动不小 动而无成 何以事后 苟欲班师 吾以垂之千载 赈养为元祖 誓居幽默 为众难迁 以想无穷之美 起其无心 轻疑领嚷 今知君子 宁独有怀 当游天公人代 王业虚成故也 若不难乱 即当宜都于此 光宅土中 积亦时矣 王公等矣为何如 亦之所觉 不得选种 欲谦者左 不欲者诱 安定王修等相律如诱 前南安王真靖曰 十三 夫予者安于成事 智者见于未蒙 行智德者不易于俗 成大功者不谋于众 非常之人 乃能见非常之事 十四 阔神都已言王业 度土中已至地精 周公起之于前 陛下行之于后 故其已也 且 天下智众 莫若皇居 人之所贵 您如一体 请上安圣公 下位您望 光宅中原 绰笔难乏 此臣等怨言 苍生姓甚 群臣贤唱万岁 高祖出谋难迁 孔众心恋旧 乃是为大举 因已协定群情 外名难乏 其时千也 旧人怀土 多所不愿 内淡难争 五感言者 于是定都洛阳 充言于高祖曰 陛下方休周公之志 定顶成周 然迎见六寝 不可犹价待旧 兴筑成福 难以马上迎弃 愿赞海北都 令陈下精造 功成士气 然后被文物之章 何欲 鸾之响 寻食难喜 鬼以土中 高祖曰 朕将寻省方月 至夜小庭 春时便还 未宜岁不归北 寻以冲为镇南将军 世中 少傅如故 唯以迎购之刃 改封阳平郡开国侯 亦户如先 车架南伐 以冲兼左仆舍 留守洛阳 车架杜淮 别照安南大将军元英 平南将军留凿讨汉中 赵雍京齐三周兵六千人 拟数南正 课程则浅 冲表建曰 秦州险厄 帝阶枪移 自西施出后 响元连续 家堤湖叛逆 所在奔宁 蕴梁换甲 弃姿未已 金富玉插数足 玄泥山外 虽家幽富 孔游惊骇 脱中功不克 徒动民情 连胡结夷 是或难策 折衣指密下刺史 代君克正成 然后拆遣 如臣于剑 由魏魏族 何者 西道险恶 丹静千里 今欲申数绝界之外 孤惧群贼之中 十五 敌功不可足援 实境不可孕良 古人有言 虽鞭之长 不及马腹 南正于国 实为马腹也 且惜人功伐 或成将而不取 人均用诗 或辅民而一帝 且王者之举 勤在整明 遗寇所守 亦在西地 孝之二亿 得有浅身 慧生已 远 何距于亦成哉 且未尽所演 九周过八 您人所臣 十分而久 所未明者 唯莫北之予将外耳 积之在尽 其极其于今日也 一带大开江雨 广拔成聚 多姬滋梁 十足之敌 然后至邦树将 未吞并之举 今中离 受阳 逆耳未拔 者成 心也 愧不伏将 十六 所克者舍之而不取 所降者俯之而旋路 东道继位可以尽利手 西藩您可以远兵固 若果欲智者 陈孔中以资敌也 又经见兜土中 地皆扣嚷 方须大收死是 平荡将会 清淺丹寡 契 令羡莫 恐后举之日 重以留守至聚 求其死孝 畏意可获 推辞而论 不述为上 高祖从之 车架还都 引箭充等 未知曰 本所以多至观者 律有令仆暗若 百事基庸 若明独聪砖 则全是大病 十七 金震虽不得未聪明 又不为烈暗 清等不畏大贤 亦不为大恶 且可一两年许 少至官司 高祖字业还经 泛舟洪池 乃从容未充曰 朕欲从此通渠于洛 南伐之日 和容不从此入洛 从洛入河 从河入变 从变入清 以至于怀 下 传而战 由出户而斗 此乃军国之大计 金沟渠若须二万人以下 六十日有成者 已已见修之 冲对曰 若尔 便是事无远设之劳 占有奸人之力 千尚书仆设 仍领少妇 改封清冤献开国侯 亦户如前 乃太子寻废 冲罢少妇 高祖引荐公卿于清辉堂 高祖曰 圣人之大宝 唯未宇宫 事已宫成作乐 至定至礼 今喜集中天 创居松落 虽大构未成 要自调即略举 但难有卫兵之术 兼凶蛮蜜耳 朕素叶畅晚 良在余姿 取难之即决矣 朕行之谋必矣 若依近代也 则天子下为身宫之内 准上古也 则有清行 作言七百 十八 未尽不争 玄种耳允 作之修短 再得不再争 今但已行七位之早晚 知己其神乎 朕即非神 焉能知也 而请来阴阳补树之事 贤劝朕经征必克 此即家国大事 一共君臣各尽所见 不得以朕先言 便知一为 退友同意 冲对约 夫征战之法 先知人士 然后补士 今补士虽即 有孔人士未备 今年秋忍 有笋长时 又今师使谦 仲业未定 家之征战 以为未可 一致来秋 高祖曰 蒲叶之言 非为不合 朕亦之所欲 乃有设计之忧 然指齿寇荣 无疑自安 理须如此 蒲叶言人士未从 亦不必如此 朕去十七年 用二十万众 行不出积殿 此人士之盛 而非天时 往年成姬 天时乃可 而却人士 幼稚不竭 若待人士被 父非天时 若知何 如仆社之言 便终无争理 朕若秋行无刻节 三君子并赴司寇 不可不仁尽其心 霸易而出 后世宗为太子 高祖艳于清辉堂 高祖曰 黄楚所 以转力三才 光昭七祖 思乃亦照弦乐 天人同泰 顾延清就此一宴 以畅心情 高祖幼曰 天地之道 亦盈亦虚 其有常态 天道有耳 旷人士乎 故有生有处 自古而然 道往心今 良用深叹 冲对曰 东徽成楚 苍生贤性 但臣浅填师傅 福能辟邪 养残天日 慈造宽寒 得欲此宴 敬愧娇身 高祖曰 镇上福能格其婚 师傅何劳愧谢也 后尚书夷元拔 穆太罪事 冲奏曰 前鹏城镇将元拔与穆太同逆 杨子将受夷从拔罪 而太尉 咸阳王喜等 以为律文杨子而为罪 父及兄弟不知情者不作 谨审律义 以养子于父非天性 与兄弟非同气 敦伯计差 故行典有将 是以养子虽为罪 而父兄不欲 然父兄为罪 养子不知谋 异地君情 启独从陆乎 理故不然 臣以为 依据律文 不追陆于所生 则从作于所养 十九 明以 又律为言父不从子 不趁子不从父 二十 当是幽尊力卑之义 臣习等以为 律虽不正见 护闻其志 与其也举父之罪 于养也见子作 是为护其 护其两名 无罪必已 若以敌济养与生同 则父子宜君 其名不作 且济养之助云 若有别志 不同此律 又令闻云 诸有风觉 若无亲子 及其身足 虽有养计 国除不习 是为有福不及己 有罪便欲作 君士等情 律令之义 便相矛盾 福度律止 必不然也 臣冲以为 指力调寻 罪在无疑 准令与情 颇异同事 赵曰 蒲叶之义 据律明以 太尉等论 于典脚也 二十一 养所以从禄者 缘其一年所生 故不得负贞于所养 此独何福 长处吞舟 于国所以不习者 重列诀 特立志 因天之所诀 退而除之耳 起富报对形上 于私则应死 可特原之 冲鸡民有巧思 北京名堂 元秋 太妙 吉落都出鸡 班储交召 欣启唐寝 皆资于冲 秦智强力 滋滋无怠 但李文步 奸迎降至 积暗迎鸡 积绝在首 忠不劳燕也 燃显贵门族 悟易六音 兄弟子直 皆有绝观 一家碎路 万体有鱼 是其轻者 虽富赤龙 无不超越官赐 十论亦以此少知 年才四十 而并发斑白 滋冒风 美 未有衰壮 李标之入今也 孤微寡源 而自立不群 以充好事 清心宗富 充益重其弃学 李儿纳燕 美颜之于高祖 公司共相援役 即标为中卫 兼尚书 为高祖之代 便为非父戒充 而更相亲辈 为工作脸卫而已 无父宗敬之意也 冲颇贤之 后高祖难争 冲与吏不上书 任成王成并以标 巨傲无礼 遂尽止之 奏其罪状 冲首自作 家人不知 慈慎姬妾 因已自和 高祖揽其表 探唱者久之 继而曰 道故可谓一也 蒲叶亦为满蚁 充实 震怒 二十二 鼠树则标前后千倍 瞠目大呼 头者几岸 尽收玉矢 接你手面赴 利辱四口 充塑性温柔 而一旦抱会 遂发病荒迹 言语乱错 有恶万教力 称李彪小人 医药所不能疗 或未肝藏伤裂 寻有于日而足 十年四十九 高祖为举哀于玄乎 发生悲弃 不能自胜 赵曰 充真和资性 得意束身 训业自家 道素行国 太和之史 朕在若陵 早尾激逆 十康十悟 红剑禅落 朝选开清 升官端佑 唯允出纳 忠肃柔名 族夫瑞范 仁公 信惠 有劫民心 可谓国之贤也 朝之妄也 方生宠治 已经功就 掩至丧事 悲痛于怀 既留秦应志 兼良素一包 可赠司空公 给东元密器 朝福一聚 依一席 赠钱三十万 不无百匹 辣二百金 有思奏事曰文墓 藏于富州山 净渡玉种 高祖之一也 后车架字叶环落 入京冲目 左右已闻 高祖卧及望坟 掩器久之 赵曰 司空闻目公 得为时宗 勋俭振心 不幸卒事 托坟蒙领 玄鸾覆舟 工地盈玉 悲人策旧 有痛振中 可浅太劳之 既以身无怀 及与流京百官相见 皆续充亡眉之故 言及流泪 高祖得流台起 知充换状 未又未宋便曰 蒲叶指我书衡 总离昭悟 清俭鞠躬 知崇已久 朕以人名忠雅 唯以台思之计 使我出尽无后顾之忧 亦招呼有此患 朕甚怀创楷 其相痛惜如此 充兄弟六人 四母所出 颇相奋茄 及充之贵 丰禄恩赐皆已共之 内外吉木 父王后同居二十余年 智落乃别地宅 更相有爱 久无见然 皆充之得也 使充之见思崇也 兄子勺横有忧 色 律至清败 厚容明日显 稍乃自安 而充明目当官 徒为己任 自使器中 无所必屈 其体时推运 皆此类也 此言识等 语在外戚传 论编辑史晨曰 焉照姓多其事 李孝伯风范健略 戴意过人远甚 世祖雄猜言断 崔浩已见诸仪 而入餐心旅 初干正事 现可替否 无计可寻 故能从容认欲 以功名始足 其智器故以忧忽 班氏时俱通雅 时干之良 杨以豪俊达 欲则如薄险 李冲早言宠眷 入肝复心 风流时夜 故乃一时之秀 忠邪 弃圣主 左命太和 魏当端魁 身任梁栋 得洽家门 恭祝王室 盖有魏之乱臣也 列传第四十